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余生,请多多指教第二轮主演,肖战养子人气又来了,怎么还没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请多指教这出戏? 这部剧能播真的不容易 说要拍的时候,人气非常高 毕竟是肖战在陈情令中饰演的顶级魏无限 后来和杨子搭档的那年夏天爆红的剧 两人的合作自然而然地走红了 因此,在节目拍摄的时候,也有很多路透社的图片 看完之后,肖战和杨子的人气并没有停止 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这部剧算是被隐藏了 已经垫底好几年了,今年终于播出了 当然,这也是一部明星剧 虽然跟不上热播剧,但热播剧肯定有 可以说,每次播出,肖战饰演的顾薇都会登上热搜 在一些榜单中,肖战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个有作品的演员,所以他会继续称霸热搜 不知道请多指教播出的时候,顾薇的女孩子有多少 这部剧播出时,顾薇经常出圈 而杨子饰演的林志肖却被网友诟病 毕竟小说中的林志肖不是胡说八道 而是一个聪明、友善尽心、淑女的人 而杨子饰演的林志肖,也有一些让人难以产生共鸣的做法 所以这部剧的吐槽点基本都在林志肖身上 而且这部剧已经结束很久了,一直没有开播 隔壁的君相识播完了,都被分了 余生请多指教还没分 所以很多人开始说是不是滥据 就在网友们议论纷纷时余生请多指教第二轮主演 这是否表明一些问题 深圳卫视还是很支持的 记得肖战的王牌骑兵,上过明星,也上过深圳卫视 果然,肖战的剧很有可能会上星 还记得肖战的斗罗大陆更厉害,三轮都是央视 这些足以说明,无论如何,你还是可以去追星的 请多指教不能因为没有分裂就说是烂剧 毕竟有肖战和杨子 不是命中,一定是命中 但是,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肖战和杨子现在有很多巨要播,有或 都是古代傀儡 肖战的玉骨瑶和杨子的沉香如蟹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打架 羊毛布 目前两人也在拍戏 杨子在拍长相思,肖战在拍梦里的海 看来梦中的海即将完成 下一步和谁一起玩 有很多蛋糕偷偷地向他袭来 太阳就像我更有可能 有人说是他的搭档白鹿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2 肖战520首播惊喜来袭 携手易打有饭登场,非常帅气 近日,在备受期待下 我们迎来了520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日 作为优质偶像肖战 自然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 还携手代言品牌一达有饭登场,非常有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粉丝们看到肖战有饭登场后 纷纷向肖战深情告白 希望肖战可以永远开心快乐 一达发文表示 熟悉的老朋友肖战再度有饭登场 与你一起,坚定内心,有饭前行 紧接着品牌方就发布了肖战的帅照 在为自家品牌宣传的同时 不忘给大家发福利,代言人肖战的力牌已经安排上了 这就是肖战在520之际给我们带来的首锅惊喜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一方面对肖战的代言品牌表达了支持 更重要的是,粉丝们的支持实打实 真真切切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里 大家都在评论区里向肖战表白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都会继续爱着肖战 一如既往支持肖战,陪伴肖战走过风雨,一起成长 总之,肖战非常帅气,是名副其实的优质偶像 也是我们认可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作为粉丝,大家的态度非常明确 理性支持肖战的所有 跟着肖战的步伐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帮助别人,实打实践行公益 这样的肖战,这样的粉丝团体 确实非常优秀,继续努力 肖战越来越好,是偶像,也是艺人 我们向肖战看齐,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